平均体重有两吨重的南方白犀牛 是体型最大的犀牛种类 也是陆地上第二大的动物 体型仅次于大象 但是为了满足犀牛角的商业需求 白犀牛成了被猎杀的对象 单单是在南非地区 每天就有三头白犀牛惨遭杀害 导致白犀牛逐渐消失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数据 全球目前只剩下大约两万头南方白犀牛 因此它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禁威物种了 为了避免白犀牛绝种 南非私人野生动物保育员 日前就展开了史上最大的物种迁移计划 他们安排了30头白犀牛乘坐专机 你没听错 白犀牛乘坐专机飞往卢旺达 让这些白犀牛远离盗猎活动盛行的南非地区 展开新的生活 用布条蒙上眼睛之后 一只只白犀牛在保育员的带领下进入箱子 准备从南非飞到3400公里外的 卢旺达阿卡盖拉国家公园 在经历了40个小时的漫长旅程之后 30头白犀牛终于抵达目的地 箱子一打开 白犀牛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大草原 展开新生活 野生动物保护区经理指出 全新的栖息地能够让白犀牛免于遭遇被猎杀的命运 如今30头濒临绝种的白犀牛 总算远离人类的猎杀活动 野生动物保护区经理有信心 白犀牛在受保护的环境下生活 数量未来会翻倍增加 事实上白犀牛并不是唯一瀕临灭绝的生物 人类对大自然的贪婪 让不少的生物都走入了绝种的杯葛中 白犀牛的这趟搬家之旅 让我们知道保护野生动物 必须从现在做起 不要让美丽的大自然 从此少了动物的衬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